好 要來看到是在美中領導人日前的視訊通話裡頭 新華社方面有提到說美國總統拜登在重申了 四不一無意這麼一件事情 什麼叫四不一無意呢 也就是不與大陸打心冷戰 不會改變大陸的體制 不強化同盟反路 不支持台獨 無意與大陸起衝突 不過國安局局長陳明通 昨天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表示說 這是中共的認知作戰 他說美方訊息裡頭沒有提到四不一無意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是真的有可能嗎 因為如果真的是把這些東西通通拿掉的話 那也就表示說 這美方的兩岸對台海政策是有重大的轉向 要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 真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看美國前官員們的說法 之前白宮國安會的官員他特別提到了 如果對台的戰略清晰的話 可能是得不到關鍵盟友支持的 而另外呢 也有前美國情報官員提到 說如果對台灣的防衛清晰化 這恐怕是會讓台海加速發生戰爭 並沒有好處 而至於前駐紐西蘭大使劍文集 也特別在中天蠟晚報提供分析 白宮的那個新聞稿裡面有重申他的這個 就是說一中政策 那一中政策不就四不一無一裡面就有嗎 對啊 對啊不支持台獨 對 這一中政策就不支持台獨 那我就不曉得陳明通在講什麼 他難道沒有看到白宮的那篇新聞稿嗎 中國大陸是寫得比較詳細了 美國基本上他有提到兩岸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 陳明通難道他是主張台獨嗎 對不對 他現在民進黨的主調是支持中華民國 不是昨天那個誰 我們那個陸委會的主委 也就是說 我們主張中華民國難道是台獨嗎 那蔡英文不是去年的10月10號 搞一面最大的中華民國國旗 那陳明通我不曉得他這個意思 是不是打成這樣 蔡英文的臉 蔡英文現在是中華民國的 堅決擁護者 所以才會被台獨這些元老派 視為叩籌 那既然如此的話 陳明通我不曉得他講這話 什麼意思 對他完全把他否認掉 說是認知作戰 對 那你是反對美國反對台獨嗎 那意思就是你要支持台獨嗎 其實拜登講的這個四不一無一 大家整理看一下 其實跟美國過去的一些 對台政策是一致的 當然並沒有超越很多 也沒有減少很多 但是不管如何這通電話 讓美國再次強調 不支持台獨這件事情 我想讓民進黨聽了 不是太舒服 但是民進黨政府 仍然是滿滿的大感謝 你有沒有看到第二天 這個從上到下一致感謝 感謝完了之後現在否認 現在說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覺得陳明通 他基本上打蔡英文的臉 蔡英文現在是支持中華民國 蔡英文是中華民國最大的擁護者 對不對 熱烈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對不對 現在還說對於四海園區 他也去參加這個節目 現在要中華民國他是熱烈擁抱 那陳明通是什麼意思 打蔡英文的臉嗎 對不對 你認為美國不支持台獨 所以你就說沒有這回事 那意思就是美國都支持台獨嗎 這裡頭跟一般的XO醬不一樣 就是他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級 其實就是你可能燙個青菜 然後你就加一點干貝醬 或者是炒飯的時候 加一點干貝醬 其實就很夠味了 來五星級料理到快點購 就可以買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分享資訊了